这么快就搞出来了 确定有用 当然有用 老板 这可是我们研究了一百部霸凳小说总结出来的 第一条 以礼夫人 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礼物说服不了的人 如果有 不一定是礼物不够贵重 老板 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上一次夫人没有戒指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戒指不够大 戒指不够大 蓝姐 蓝姐 我腿都麻了 王府院长真的回来吗 谁 谁呀 是你 果然是哪里有用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来给你准备惊喜的 你和这个讨厌鬼大半夜在这儿干嘛 我还想问你呢 大半夜在这儿鬼鬼祟祟祟干嘛 我还不是想 别动 会被发现的 别动 会被发现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慕哥哥 温蓝 你们公司是不是很闲啊 一下边全让我们这儿跑 抱歉啊 温蓝姐 我听说慕哥哥拿了新的合作方案 想来你们这儿谈合作 我就想看看有没有什么 能帮上忙的地方 诶 温蓝 真的不是我让她来的 我不管她是你叫来的 还是她自己跟来的 我只知道这已经是你第二次 打破我的计划了 温蓝姐 都是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您可千万别怪慕哥哥 你们俩别在这儿跟我演戏 我很忙 别浪费我时间 温蓝 我今天要来真的有事 我蓝姐已经说她很忙了 你没听见吗 师储 我们走 温蓝 慕哥哥 我陪你去散森吧好不好 我不散 我没空 你不忙吗 我 忙 忙 慕哥哥 喂 你就这么走了 对啊 我计划都被你破坏 我不走干吗 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说 你难道不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吗 你在干吗 在想你 好吗 李明轩说得对 我要一公补过 赶紧记录一下我的丰功伟绩 好让他们感谢感谢 走 我回来取点东西很正常 反倒是你 你在这儿干嘛 取东西就对了 等的就是 拿出来 庄柔 希望你好好配合 把事情讲清楚 霍院长 我就是回实验室 取个试管用的 你们没有证据 不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是吗 你偷关键资料 这人证物证都在啊 而且窃取商业机密 是要坐牢的吧 你别诬陷我啊 我才不信你呢 庄小姐 没事应该学学法 我来给你普及一下 侵犯商业机密的严重性 三年前 我有一个同事 同样的 也是要窃取我们公司 重要的机密 可惜了 最后啊 后来在牢里 多了几年吧 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 而且那个人 和庄小姐长得还挺像 你说这小姑娘 现在好好的干什么不行啊 非要干偷金木狗的事啊 是啊 可惜了 判了三年 你别胡我 我没有偷东西 李明轩 把不是这个 根据刑法 第217条和第264条 你的行为已经严重构成了 侵犯商业机密罪 最高可怕使你 庄柔 如果你告诉我们 只是你偷资料的人是谁 我们也许可以放你一马 毕竟在名义上 我们也是姐妹 庄柔 不要再执迷不误了 赶紧交代清楚 交代清楚啊 否则事情闹大了 我也帮不了你 帮不了你 是我爸 莫白 今天谢谢你帮我们 唉 你别自作多情了 我不过是想帮温蓝 不关你的事 开个条件吗 怎样才可以离开我蓝姐 我给你开个条件吧 我给你五百万一千万 你要多少开个价 我差你这点儿臭钱吗 那你觉得你能给我 开这几条件吗 你之前不是非要和她离婚吗 怎么现在开始死亡 死皮赖脸的贴上啊 那是因为以前 我没有好好了解她 我误会了她 笑什么 牧宗你自己 不觉得可笑吗 不就是想利用她罢了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利用温蓝 我也不会让任何人 利用她 你自己信吗 一直在利用她的 只有你们牧司集团 还有 你没发现吗 自从她恢复记忆以来 就和之前判若两人 你对她做的所有事情 她可都记得 你凭什么认为她会留下 之前我是希望她信我 因此我错过了她 但这一次 我石楚绝对不可能再放手 我告诉你 我和她之间是有误会 但这一次 我不会把她让给任何人 那我也告诉你 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装完成的房产 是不是都是你买的 对啊 怎么了 你也想买 可惜啊 晚了 我还真是想瞧了 你给别人制造麻烦的能力 你将我的计划 完美地给破坏了 你将我的计划